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欢迎收看饮食法文 早前又约了朋友去试食法国餐 今次选的虽然是法国餐厅, 但名字似乎不是太法国 全名是Le Bisto Wine Beast Wine Beast 在法文和英文都没有这个字 只有Le Bisto 才是法文 意思是小餐馆 原本是指巴黎一些提供廉价家庭菜的小餐馆 但这间餐厅做的不是家庭菜, 而是颇高级的法国菜 至于价钱贵不贵, 就见仁见智了 这间是一间法国餐厅, 大厨是法国人 菜做得非常有水准, 但要我介绍就很有难度了 因为我不是厨师, 也从来没有学过法国烹饪 仔细看完餐厅的菜牌, 发现认识的人不多 最熟悉的一款是Beef Bouguignon 在这里叫做Beef Bouguignon, 即是红酒炆牛腩 我觉得这道菜较适合冬天吃, 因为现在正值盛客 不想吃那么多肉, 所以一时之间都不知道点什么菜 麻烦了, 讲到这里, 即是说, 我这次的饮食法文没有话题 不用担心, 我发现这间法国餐厅有一个较为特别的地方 在其他餐厅似乎不是那么常见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Four Course Dinner Tasting Menu 即是有四道菜, 然后每道菜配一款相应的葡萄酒 对于我这个有些少葡萄酒知识 但又不是那么经常喝酒的人来说 这个Set Dinner套餐很有意义, 也很值得品尝 还可以趁机交流一下相关的法文 等饮食法文有些可以说 先讲一下套餐里面的葡萄酒 每年的法国五月美食节 总领馆都会特别推介法国其中一个产区的酒 今年的是Levin du Val de Loire 路雅河谷的葡萄酒 可能是为了配合美食节 所以餐厅也都主要用了这个产区的酒 来配合他们的Set Dinner 又可能美食节自五月开始 我们试食的时候已经是六月底 经过近两个月的消耗 餐厅方面告诉我们 部分菜牌上的酒已经没有存货 会改用其他的酒代替 我们都同意了 讲回今次的Set Dinner 在菜牌上第一道菜 Cappaccio 不是法文而是意大利文 意思是薄的肉或者鱼片 在这里是Scallop 即是香港所说的带子 当然还有其他配料 其中还包括鱼子酱 带子很新鲜 和其他配料也好配搭 至于和它配搭的白葡萄酒 Muscadet 密斯卡代 就有比较多的话题 熟悉葡萄酒的朋友都知道 Muscadet 是一个受管制称号AOC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olée 意思是必须符合产区 和封土的规定要求 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取得认证 才可以用Muscadet 这个AOC 它是一个品质的保证 Muscadet的产区位于 鲁瓦河下游 其实有四个AOC 包括Muscadet Muscadet Muscadet Sèvres et Main Muscadet Corte de la Loire 和Muscadet Corte de Grandlieu 在这四个AOC入面 一般认为 Muscadet Sèvres et Main 是最好的 讲到这里 我就发现第一个特别的情况 在菜牌上的酒 写的是Muscadet 但我们喝的是Muscadet Sèvres et Main 这是好事 老板和我们将酒升级 至于酒庄 菜牌上的是La Darciere 这个是Château 即是酒庄的名字 但喝的酒是另一个酒庄 Clau Moulin Chartres 当时在想 既然升级了 酒庄不同 就理所当然了 后来我回家上网查了一下 其实La Darciere 都是属于Muscadet Sèvres et Main 和喝的Clau Moulin Chartres 属于相同的AOC 所以并没有升级 而且两个酒庄 都是位于Domaine,Hernet,Hutte 所以酒质应该是相近 亦都很好喝 再讲一些相关的资料 好了 用来釀製Muscadet的葡萄品种 叫做Moulin de Bourgogne 中文叫做Boudgen de香瓜 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 据说是因为它的叶大到香瓜 另外在酒瓶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字 Sûrli 我初初听到这个字的时候 不以为它在说 躺在床上 因为Lied 和法文的床Lit 是同音的 后来向懂得釀酒的朋友请教 才知道这是指让酒的酵母死了之后 沉聚在酒桶底部的沉淀物 亦都可以叫做酒渣 让酒的过程 首先是让酵母 将葡萄汁里面的糖分吃了 转化为酒精 这个过程叫做发酵 在完成发酵之后 酒笼会将澄清的酒 转移到另一个容器 进行陈阳 但是也有酒笼保留酒渣 让它和酒一起陈阳 这样会得出不同的风味 到最后入瓶的时候 才将酒渣隔走 而Miscardet其中一个颇著名的特点 就是这种大渣陈阳的方法 法文就叫做Sûrli 而且经常将它写在酒的标筹上面 第二道菜是大西洋海勞柳 在菜牌上面 这道菜的名字只有Filly是法文 意思是肉或者鱼柳 而现在已经融入了英文入面 其他的都是英文 至于和它配合的酒 本来应该是Sanserre Blanc 桑菜尔白葡萄酒 但又因为存货不用缘 结果换了一瓶Sauvignon Blanc 长相思 这里又有些东西要说 Sanserre是AOC 产区位于罗瓦河上游 它有Blanc、白、Rouge、红 和Rosé、蠔红酒三个品种 其中用来釀 Sanserre Blanc的葡萄品种 就是Sauvignon Blanc 而釀红和涂红Sanserre的葡萄品种 就是Pinot Noir黑皮諾 餐厅今次帮我换的 正是釀Sanserre Blanc的长相思 似乎差别不大 但我觉得是会有问题的 如果遇上挑剔的客人 可能会被人投诉 为什么呢? 因为Sanserre是一个AOC 而长相思是一个葡萄品种 是不能比较的 另一方面 我们喝的是一瓶2017年 叫做Attitude的酒 酒装是Bascal Jolivet 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 这瓶Attitude 原来属于另一个 称为Vin de Bailly级别的酒 那算是高还是低呢? 让我略为解释一下 法国传统的葡萄酒 级别其实分为四级 最高的一级是AOC 第一级的 是简称VDQS的 Vin Delimité de Galilée Supérieure 不过这个级别的酒 似乎很少有 不论在法国 还是在香港 我都从来没见过 再第一级的就是Vin de Bailly 英文译做Country Wine 中文大概可以译做香川酒 同样是受到一定的规管 但比AOC的就宽松很多 最低的一级叫Vin de Dable 受到规管就更少了 这样说起来 今次餐厅和我们换的酒 从最高一级的AOC 变成第三级的Vin de Bailly 其实就是降了级 我刚才说会有问题 就是这一点了 不过我之前和一些葡萄酒专家谈过 法国的AOC 是一套很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 给消费者很大的信心 很多欧洲国家后来都效法它 但是在意大利就出现过一种特殊的情况 有产区采用了类似法国的AOC制度之后 定了很多严格的规定 酒笼必须全部符合 才能够取得到他们的管制称号 但正是因为规定过严 有酒笼发现缺少了灵活性 反而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发挥 令到所有的葡萄酒得不出最好的酒质 于是就主动放弃和自我降级 结果这些酒变得更好 亦变得更暢销 而今次我们喝的这瓶 Altitude 它的酒庄其实亦是位于Sancers 既然是同区 釀酒的葡萄又同样是长商丝 为何不申请Sancers的AOC 是否因为遇到类似意大利酒笼的问题 于是改用较低的级别 这些真的要问酒庄才知道 不管怎样我对这瓶酒都满意 亦都很配合海奴柳 接着就是第三道菜 西班牙猪柳 肉质很松软很鲜美 都是说回酒 因为和它配搭的 是另一瓶罗瓦河谷的红葡萄酒 Chinong 中文叫做欺隆 今次的酒没有存货不足的问题 菜牌上面的和喝的都是相同的酒 Chinong的产区位于卢瓦河中游 用的葡萄品种是Gabernet Franc 品丽猪 亦都容许加不到一成的G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猪 品丽猪的特点是较为圆润 果香味较重 结构没有赤霞猪那么强烈 是吃西班牙猪柳一个不错的配搭 到了第四道菜 即是甜品的时候 配搭的是意大利甜酒 因为不再是法文 真的没有什么饮食法文的题材了 反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奇遇 就是香港的法国厨艺美食学院 Institut Culinaire Disciple Escoffier 的创办人兼CEO Haubert Vaudana 约了他学院的糕点 MasterChef Maxime Michelou 和法国驻港总领事官底的Chef Gaglos de Sousa 和另一个朋友一起来这里吃饭宵夜 刚刚就坐在我们隔壁桌 我和这位在香港的法国饮食界重磅人物 本来不是太熟 更加在之前出席法国总领事馆 举办的美食活动里面 曾经和他们聊过 但现在还很难得他们坐在身边 当然要和他们碰一下杯 聊多两句 打好关系啦 我亦趁机和Haubert做了采访 问了他一些问题 但因为环境太吵吵 收音不好 所以不打算报道这段采访 但我已经和他们约好 找个机会去美食学院长谈 正式做采访 到时就会有较好的效果 好了 总结今晚的美食配美饮之旅 整体是满意的 再加上有其余 感觉特别难忘 今次就说到这里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订阅 到此后